你之前怎么说的呢 行 女生刚才说了一句话说 你应该为我们的爱情 做一次努力 我特想知道 你想为你们的爱情 努力一些什么 我可以对她父母好 我可以对她好 我可以不介意 就是她的一些坏毛病什么的 我就是就两个底线 就是说她能跟我在一起生活 一起工作 一起努力 就是说因为我父母养我 真的很不容易嘛 而且我父母就年纪大了 而且我还有个妹妹 就是我希望她能跟我回五虎 好好好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这么多的而且啊 这么多的条件 女生你累吗 你把这个爱情 掺杂了太多的东西 要对你好 要跟你回家 要为你做爱的努力 为了换来这一切 你要为她做太多的改变 多累啊 接下来一起听老师们的意见 进入新养美容APP 秋笔特问卷 女生 有一些话我听着不舒服 尤其是那句 别人都可以做得到 为什么她不行 那你找别人去啊 我是不想放弃这档感情 我是希望就是我们两个 就是已经这么久了 就是我希望我们两个 能走下去 希望能走下去 但是你的很多的行为 我都看不到你的努力 比如说关心这件事情 是由你来判断的 我出去吃饭 你就不要给我打电话 你骚扰我 我在高速上走 你不给我打电话 你就是不关心我 所以你对于关心 这件事情的判断 完全是以你自己的标准 作为标准 你觉得对就对 你觉得错就错 甚至于说 你觉得她什么都是错的 只要她不在身边 所以我就希望 她能跟我到南昌 就是一切都没有问题了 对 所以你前面的那些 做的表现也好 你的那些做法 想法也好 无非就是想把它 拉到你身边来 你希望她为你们的爱情 做一次努力 但是我告诉你 异地恋就是这样的 两个人当中 不是有多努力 就可以解决问题 而是有一方 要做出牺牲 要放弃自己的生活圈子 所在的城市 抛下一切为了爱情 而你选择这个人是她 可是她之前答应过 如果说她不答应我 从一开始 我们俩就不会在一起 也不会说 我把这本心给放进去 这件事情是她的错 可能是最开始的时候 为了要跟你在一起 才说的这样的话 可是时宜是意 她现在不愿意了 很明显 她为什么不愿意了 因为不够爱 你们两个都完全 不够爱对方 不愿意为对方放弃 自己现在拥有的一切 既然 每个人都有 其他的异性在追求 既然 都不愿意去拜访 对方的父母 既然 都不肯到对方所在的城市 去生活 那不如就到这里吧 如果不够爱 就不要往对方的身上赖 祝福每一位 谢谢 谢谢